一代大学岳华上个月在加拿大温哥华病逝 享年76岁 岳华的遗伤田尼和女女上个月底 就已经在北温哥华为岳华举行了丧礼 而岳华生前的一班少士之友 这日就在新光气院为岳华举行追思会 现场还放映岳华生前的作品大聚合 也有悼念岳华的看物派发 里面有岳华的生活照和工作的照片 姜大伟、胡峰、邵欣欣、钱小豪、李林林等 都有到场质疑 姜大伟和岳华相识了几十年 都非常怀念以前和好朋友之间的趣事 他的趣事就是我们觉得 华哥有时时高时矮 高时原来他昨天打赢了赢钱 把钱塞在鞋底 不让老婆知道 所以人就会高了一点 有一天见到他赢钱 就因为他昨天打赢了赢钱 所以叫做毅作 而前小豪也曾经和岳华合作过 都说非常怀念这位前辈对他的好 是一个大哥哥来的 对我们的小朋友 又不是很大明星架子 有些跟他们好好聊 当哥哥和弟弟聊天 有些我们不懂的东西 就会解答给我们 因为经验始终多过我们 是一个大哥哥